尊敬的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上次学习到 第二十愿 临终皆隐愿 阿弥陀佛是皆隐导师 这一愿也是很重要 我们读一下经文 不以善根为相 愿生我国 一心念我 昼夜不断 灵寿忠实 我与诸菩萨众 迎现其前 今须于间 即生我岔 做阿为悦志菩萨 不得是愿 不取正觉 这一段愿文 一开始是 赋以善根回向 所以 这回向往生极乐世界 不是回向求世间的福报 所以是一个方向极乐世界 一个目标 见了阿弥陀佛 念佛的人 对世间还有 所求 就是留恋苏婆 苏婆 有一爱之不侵 临终 被此爱 所牵 所以无量寿经文 有指导到 义无稀求 稀求就是有所求 所以稀求是喜欢 不稀求是讨厌 这个讨厌 是因为求不到了 所以产生讨厌 恨从哪里来了 你没有爱 哪来的恨 所以讨厌 我们有很讨厌的人事物 也是留恋苏婆 这个都是爱真 情直在起作用 这是黄念老 开解的很救命 所以我们问问自己 我们现在还有没有 讨厌的人事物 有讨厌的 有喜欢的 就不能随远 你就被他们牵着走了 情绪随着起伏了 好 所以不能留恋世间 都是要 心心回向其他世间 愿生我国 一心念我 一心是真心 自成的心 念阿弥陀佛 而且是昼夜不断 我们也有见到 年长的 同修 七十几了 八十几了 子女也学佛 顾持他 他都不用担心 子孙 那这一段经文提醒了 一心念我 昼夜不断 哇 那这个老人家 都不用操心子孙 有没有福报 很有福报 很多人年纪很大了 还得赚钱给子孙的都有 常常子孙来给他要钱的 人在福中要知福 有福报的时候 一心精进修行 这是真正珍惜福报 结果 他还操心这个 操心那个 那不是自寻烦恼 包含 这个 每天还要发微信 say hello 你说年纪这么大了 常常还要发短信 这个有没有一心念我 昼夜不断 所以我们现在修行 不简单 要符合 这个阿弥陀佛的愿文 就跟他的心相应 大家想一想 一天看手机 还得看几十次 怎么昼夜不断 一心念我 修行人 不能随着自己的认知 要随着经文 这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 所以我看到不少长辈 常常常还在那里发短信 得找机会 顾念顾念 你又不是还要办很多世间的事情 这个中年人 他要承担一些责任 当然你在承担责任的过程 也要用对心 比方说 你有当爸爸妈妈的责任 但在净责任当中 也要用对心 不然在净责任当中 情侄越重 控制要求越厉害 那就不善修行了 所以即使我们现在社会 比以前复杂多了 责任也比较重 所以往往修行很关键的时候 是在退休之后 在这个十阶因缘 再不分秒必争修行 那要有把握是不容易的 贵修了 多大年纪 海贤导道上有讲 这个佛也不是念一天 念一个月 不是短时间之内就能念的相应的 我们自己检查检查 静下心来一念佛 很想进 妄念很多 当然这些妄念也在提醒我们 我们在尽这些责任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担忧 伴随着起来了 看到这些妄念提醒自己 担心没有帮助 不要感情用事 爱不重 不胜收破 我们的感情太丰富了 要懂得用理智了 这些念佛当中起的念头 都要懂得以理则情 用理智调伏这些情事 就像跟大家也探讨过了 我们去担心家人 对他有没有帮助 对他没帮助有害处 父母子女怜心 你操心他 他接受到了 他心也不安 像陈德 出来推广传统文化 我母亲说 交给阿弥陀佛了 他不操心我 我的心就很定 真的是怜心的 所以思维清楚了 不要乱操心 光是这一点就不简单了 修行要改性格 这常常会 操心也是一种性格 这种乱操心在哪里看得出来 晚上一躺下去睡觉 看脑海里冒什么 冒的就是极乐世界 一阵庄严挺好的 你在这种景象当中 入了梦乡 很可能会梦见弥陀 假如一躺下去 好多人 事浮现出来了 这就代表性格会操心 要改性格 想明白了 操心没用 念佛给他们回向 对他们有大帮助 转视成智 转情势为智慧 所以 我们年长的人 家里都不反对你念佛 还扶持你 这是福报现前 大福报 要珍惜 不要自己又在那里瞎操心 要昼夜不断去用功 才能跟弥陀感应到交 不然这些烦恼 或者看看手机 都把这个念佛的功夫给打断了 所以老阿上说 他把手机给丢掉了 诸位忍者 这句话讲给谁听了 大家听老阿上讲修行 要注意一点 老阿上的根性 比我们力太多 他老人家都得这么做 修行才能得力 我们不这么做 没有得力的一天 当然大家听到这里 你还有家庭工作责任的 不要把手机丢垃圾桶去了 到时候家里找不到人 急了老半天还报警 最后 谁是罪魁祸首 成德法师 所以大家听法 要听到那个 依义 依那个义礼 就是呢 修行人要做得了主 不能一直被干扰了 那知道手机对我们 亲近心的影响了 那你不能 视而不见了 让手机对我们 亲近心的影响越来越厉害 然后我们也没有采取什么 做法 这也是一种性格 叫摆烂 是吧 摆烂了 佛菩萨要加持 加持不上 佛菩萨加持得上什么态度的人 勇猛精精的人 灵位成功找方法的人 懂得去突破自己的人 这个佛菩萨加持得上 这是孔子说的 孔子在论语里说了 不约如之和 如之和者 无莫如之和也议啊 一个人遇到事情了 如之和就是 该怎么办 该怎么面对处理 他有这个态度 旁边的人才帮得上榜 佛菩萨才加持得上 一个人得过且过了 那谁也帮不上榜了 这种性格跟阿斗有点像 查一查阿斗是十二生肖 哪个生肖 还是哪一个星座 有这种性格 当然修行人 给人家算命 应该是算不准的 假如 现在一算 哎呀 什么都很准了 那我们就白修了 其实改变命运了 了凡事讯当中啊 点出了很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云古禅师问了凡先生呢 如 应得科地佛 应生子佛 老凡先生说他追醒良久啊 就大概是反省 反省进一步会改过啊 会改个性了 他命运才能改 了凡事讯 都在命运才能改 都在命运当中 都在命运当中 来领多少米 了凡先生领多少米都被算准了 那人要无心啊 就是放下自我 一个人一放下自我 心量就开了 量大福就大 所以要改命 最重要要改心了 怎么改 念念为人着想 无我了 命运就改了 所以廖凡事讯这句话很重要 要无心 就是不要为自己打算 为家人 为社会 为世界 所以学佛首先呢 扩宽心量 好 那孔子这一段话 其实也是讲得很重了 他讲到不懂得 主动去面对解决问题的 不约如之何 如之何者 无莫如之何也议 这我也拿他没辙了 没办法了 就帮不上榜了 所以自救者天救 自助者天助 比方说我们被手机干扰得很严重了 我下决心啊 要调整 年长的放下吧 这佛 佛菩萨的加持呢 这些助缘 就进来了 你放不下 被他控制了 就磨加持 那一直被手机控制住了 就会感觉 好像每一天呢 恶性循环 跳不出来 烦恼都没有办法减少了 时间精力啊 都耗损掉了 所以怎么用手机 不被手机所控制的 是我们现在修行人都要面对的问题了 师父领境们修行靠个人 老和尚已经提醒我们了 这个静缘 手机这个静缘对我们 亲近性影响很大了 怎么去突破 我们自己要看着办了 我看我也得找个良辰吉日 这个 一招 一刀斩断 会见断烦恼 我当然修行人 我看不用等什么良辰吉 这叫当下吉士 这个是最好的 比方说要戒烟 调什么日子最好 下决心的那个日子是最好的 真心现前感应是不失忆的 一心念我昼夜不断 灵寿宗时 我与诸菩萨众 淫现其前了 这个过去身 已经往生的亲人 都相聚了 哇 度众身的力量就强了 跟这么多 过去身的亲人一起配合 阿弥陀佛度众身 大家有没有脑海里浮现那个情境 我们越去想这些情境 想往生之后的大利益 这个求愿往生的心就会越怯了 所以李敏兰老师有说 两个世界的味道 有一次专题就是两个世界的味道 所以大家要体会一下 这两个世界的受用 我们这个世间是 世间无常 国土为翠 三苦八苦 大家尝得深不深刻 还想再尝吗 你看极乐世界 你看往生 极深我叉 做阿维悦志菩萨 你看做阿维悦志菩萨的味道怎么样 光想了就高兴得不得了 大利益在我们眼前 而且又是万修万人俱的法门 我们要掌握出来 我们上一次就是讲到了 经虚一间 极深我叉 在138页 这个是讲往生速度这块 因为是阿弥陀佛来接 一念之间就到了 而且往生的做阿维悦志菩萨 阿维悦志菩萨是原正三不退 谓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这个一般讲 位是入了圣位了 出果须多还 在大臣里面是出兴位菩萨 位不退了 行不退 再来念不退 那就是已经入了法身 不起心不动念 这是念不退 原教出注就正道 但是不称阿维悦志 阿维悦志是 七地以上的通称 换句话说 我们凡夫一品烦恼没有断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居然跟七地以上的菩萨平等 这是不可思议 男性之法 一般言教的大德们 研究大臣经教的大德修行人 不能接受 不能相信 哪有这样的人 什么功夫也没有 平平白白 一下就升到七地 这还得了啊 这是原教啊 你想想看七地以下 大臣有52个阶位 实性 实住 实行 实回向 接下来才是 第四十 一个阶位才是 一个阶位才是出地 出地 二地 三地 一下到七地 所以是 所以是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等觉 这是四十一位 法身大师了 结果一往生 一下就超过这么高 超 超了这么高 怎么能令人相信 令人心服 所以教下的人 不但不相信 也不服气 他们修行 要修到这个境界 按照佛经一般讲 要修两个阿僧奇节 第一个阿僧奇节 修到三贤位 所以这个三大阿僧奇节是 从入了法身算起的 十住 那已经是 念不退了 已经是 不起心不动念了 所以第一个阿僧奇节 修到三贤位 就是十住 十行 十回向 第二个阿僧奇节 只能修七个位次 出地 到七地 八九十地 三个位次 是第三个阿僧奇节 才修满 所以阶位越往上 就越难修 结果往生西方 就等于超越修满 两个阿僧奇节 进入第三个阿僧奇节 这个品位可真高 所以念佛法门 才被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 赞叹 没有比这个更快的 他不止快 更稳当的 很稳当 这个念佛 真念佛 阿弥陀佛前 二十五 大菩萨 随户其人 这个魔不能干扰 末法时期 这个魔的干扰很严重 所以这个法门稳当 更容易 就是幸运痴迷 肯修的都能修 也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 一生圆满成佛 所以偶艺大师赞叹 称之为心性之极致 慈敏之其心 弥陀之大愿 这三个力量 使你一下子就超到七地来 这个还是有原因的 老师上分析给我们 听了 而且是依据偶艺大师的弥陀要解 来开解的 心性之极致 所以阿弥陀佛 这个无量寿经有说 众生善根 不可思议 这个众生善根 有没有包含我们自己 有啊 心性之极致 就像六祖大师说的 何其自信 本质俱主 能生万法 还有慈名之奇勋 这一句万德鸿名 勋是功勋 慈名的功德不可思议 就像 也是要解里面 给我们诠释的 你看这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经里面讲 彼佛何故 好阿弥陀啊 彼佛光明无量 照十方国 无所障碍 事故好为阿弥陀 彼佛受命 及其人名 无量无边 阿神其解 故名阿弥陀 我们四十八院前面都学到了 无量光 无量寿 光明无量愿 寿命无量愿 这个阿是无 弥陀是量 无量好翻吗 本不可翻 但是释迦牟尼佛也翻了 他老人家用 在一切无量当中 挑了两个无量来解说 一个是光 一个是受 光则无量光 横变十方 包含整个宇宙的空间 受呢 受是时间 树穷三计 无量的时间 是吧 横跟树 就是时间跟 无量的时间跟空间 完全融在一起 光束交错了 就代表什么了 整个宇宙了 整个法界了 光束交错 就是整个法界体了 举尺体 做弥陀名号 所以诸位同修 念这句阿弥陀佛 整个宇宙都念到了 啥都没漏 啥都没漏 所以 偶尔大师说了 禅宗一千七百则公案 都在里面 释述 释迦牟尼佛 所讲一切经教 都在离许 一切诸佛名号 在里面 一切菩萨名号 在里面 这个不是我讲的 这偶尔大师 还解出来了 这叫弥明之奇薰 所以这个名号功德 是阿弥陀佛成就的 拿到我们因地修 所以我们这个法门 叫他力派 除了智力之外 还有弥陀的愿力加持 果教门 就从果起修 其他门是修英德国 这个法门是从果起修 黄念祖老居士慈悲 比喻让我们好体会 他用馒头来比喻的 一般要吃馒头 你得要选种子 播种 灌溉 施肥 然后这个麦子成熟了 割麦子 之后 这个磨麦 揉馒头 蒸馒头 出来才能吃 这是一般法门 念佛法门是直接吃馒头 所以他快 从果起修 即修即果 所以欧异大师说 慈宁故 善根福德 同佛 顿同诸佛 所以这个法门是顿 圆顿之法 所以这个是慈明之齐勋 还有弥陀之大愿 四十八愿在加持 所以这三个力量 使你一下就超到七地 这三个条件 只有第一个是自己的 自己真诚的本性 是用真心来发愿之明 不是忘心 是真诚 是真诚心 那这样念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所以超越的这么高 这么快 念佛绝对不是儿戏 要用真心 真心就是一心 清净心 平等心 不能用忘心 所以念佛人 不能虚妄分别 不可以搞是非人我 更不能搞贪嗔痴慢 那是不能忘心的 我们是要用真心念 用清净 平等心念 那这个就提醒我们 要把十六个字放下 不然很难清净了 要把自私自利 要把五欲六成 明文立养 贪嗔痴慢 放下 老儿上有一次开解了 要把射 受想行事 这个射是指身体 你太贪恋 太牵挂这个身体 这个心很难清净 好多的担忧了 我们看人 他生病了 他很挂爱这个身体 平常身体没事 担忧只儿子 孙子都有 自己身体一不舒服了 想的都是这个身体 所以五因磨 我们说八苦 生老病死 愿正慧爱别离求不得 五因赤胜 这个五因 第一个是物质 射就是这个射身 受想行事是心理 你看 这包含物质跟心理 所以修行人 这个身体 要放得下 不能牵挂它 不然也很难清净 受是感受 这种身体的感受 包含心理的感受 要慢慢放淡 我们为什么遇到境界 常常常佛号提不起来 情绪上来了 自我感受 很强 就控制不住自己了 所以 念佛人 自我感受要放淡 不然很难清净 也很难平等 为什么 自我感受强 就是我执重 那就我排第一了 怎么平等 怎么平等 恭敬他人 所以感受要放淡 老儿上教的 念念未人想 自我感受就越来越少 受想 思想 别打妄想 一起妄想 阿弥陀佛 所以也要对峙这个想 妄想 妄念要越来越少 佛号越来越多 因为 一不念佛就打妄想 把哪个妄想最多 临终就被这个念头 牵去投胎了 所以我们能辅助 对色受想 的执着 这个往生应该就 有把握了 那行不容易 行就是你连念头 都不让他相续 这个不简单 事事 阿赖耶士 转阿赖耶士为大元净治 这个我们到极乐世界去 不要太着急 我们现在的这个色受想 慢慢慢慢都越来越淡 这个功夫就越来越得力 所以念佛的时候 不能急躁 一急就不清静了 不要求什么瑞相 不要悉求玄妙 不要想我要念到一心不乱 这些念头的妄念 不求一心不断妄想 起个我要断妄想 大家想一想 一个人起个我要断妄想 你看他断得了啊 这种念头里面都 都不柔软 那可能性格就是比较不柔软 不念过去 不念未来 心才能清静 那么多过去烦恼 未来担忧啊 这个心很难清静的 人年纪大了啊 常常过去的事都会浮出来 这个就要谨慎了 而且往往浮出来的 都不准备愉快的 诸位同学啊 大家有没有观察一下 你常常想的事 都是很愉快的吗 所以你看我们 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装进来的都是不好的 好的不装 这个要改啊 这个心要清理清理了 装好了 坏的把它清出去了 这样才能春战如来啊 你都装好的 你看到每一个人都高兴啊 见谁都欢喜了 感谢感谢 三年前你对我太好了 上一次就是你帮我的 看人多健康啊 那不要计较人我 不要粘固得失 这个得失心也是很容易起作用的 其实也是贪心的 命理有时终须有啊 命理无时莫强穷 做好事也要随远啊 不能增长得失的心啊 所以哪怕是为大众服务啊 也要越做越清静 不能越做越烦恼啊 把自己无量节来 稀有难逢的姻缘给 所以错失掉可不行啊 策略要正确啊 这一先 成就自己为主啊 杜众啊 虽缘 不要强求 然后 不能感情用事 意气用事 这个都不清静 不平等了 所以要真心念佛啊 那偶尔大师给我们说出啊 这样殊胜成就的三个原因啊 另外两个原因是属于佛的 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弥陀本愿不可思议 那弥陀的本愿呢 就是这一愿 他发此大愿呢 凡夫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做阿维悦志不善 愿文并没有说上上品 才做阿维悦志不善 中下品没有份 不是这样的 既然没有这些字样 则凡胜同居土 下下品往生 也是做阿维悦志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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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西方世界是平等世界 佛用平等法来度一切不平等的众生 九法界不平等啊 可是用同样的方法就是念佛 念佛法门同样的方法 这个记载当中都有啊 那个鸟八哥 鹦鹉会讲话 后来念阿弥陀佛了 他也成就了 他畜生到也成就了 也做阿维悦志不善了 而且还有瑞相 把他埋了之后啊 开出莲花来了 所以度一切不平等的众生 久戒同归 弥陀怨海 一切众生以平等法 往生西方极度世界 平等成佛 实在讲啊 这装饰是尽虚空变法界 一切诸佛刹土里没有的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世界第一殊胜 而且阿弥陀佛当初发愿的时候 就是要我立四愿都胜无数诸佛国 这个国土要超过一切诸佛的刹土 这是他发的愿 而且他是实际参访了一切佛国度 优点呢 留下来 缺点都不要 这所学校办成了 成佛最快 那大家想一想 一切诸佛是最好的老师 老师的心愿是什么 学生赶快成就 每一尊佛都希望他的学生赶快成就 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推荐他们到极乐世界去吧 成佛最快啊 所以华藏世界 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带领啊 41位法僧大师都求生极乐世界 而且往生极乐世界了 普贤菩萨说了 我既往生彼国也 现前成就此大愿了 所以普贤菩萨他老人家的 普贤实验怎么圆满呢 老亏极乐世界才圆满的 好 所以这个法门出胜 好 那 这个刚刚呢 跟大家说了 我们这一生的策略 成就自己为主 但是大家不要理解神自私去了 这个要弄清楚 你不以成就自己为主 到时候搞得泥菩萨过疆 自身难保 到时候搞得去攀缘 我们在六道轮回这么久 有很多习气 尤其现在这种 网路那么发达 卫星那么发达 你看我们接触的人士那么多 最近有一个同修 有跟我讲到 他可能开了点小物了 他觉得 每天联系这么多人 心都不怎么清静 这个佛也念不住了 他有警觉到 有些人还很隐就于在那 跟很多人讲话 这就挺有影响力的 那个也会迷 社不迷人 人自迷 境界不迷人 人自迷 有一些人还没入佛门 他在人群当中 感觉不受重视 感觉没有 发挥的这种机会 感觉还有点自卑 入了佛门 做什么事都有人赞叹 他很享受的 所以要观心为要 我记得老上讲过了 有一次林秉兰老师 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 好人好事 在第二个好字呢 住了英了 好 好人好事 所以佛家讲随缘 不能攀缘 不然 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 你的时间精力都散开来了 我们念佛能得力吗 念佛是正修啊 其他断二修善 积功累的是助修啊 我看忙东忙西的忙到最后 念佛就越来越不得力了 不清静了 所以 这个 我们清楚了 往生的利益这么大 不能掉以轻心的 往生就做阿唯一之菩萨了 我们能度的众生就多了 现在我们还是凡夫生啊 做事要稳扎稳打 不能掉以轻心的 待静的责任 好好去静 成德 所接触的 同修啊 有不少未来 我看他们的 孩子啊 内心啊 都有心结 而且这些孩子从小学的哦 一观察他的父母啊 都忙到公益的事情里面去的 对孩子的关心比较不足 也还在问我啊 哎呀 这一些外缘啊 哪一个 比较需要我去帮忙啊 都没有问家里的事啊 只是问外面忙的这些事觉啊 所以我们学大臣呢 刚刚说的手机是个挑战的 再来呢 不懂轮场 不懂理 这个是个挑战 道德仁义非理不成啊 道德仁义比较高啊 没有理的基础啊 道德仁义不可能成啊 理 理是天地之次序啊 五轮就是理啊 你看地址规开头 路则孝 讲的都是孩子对父母的理啊 大家想一想 一个人不懂这些理 不懂得出必顾反必面 父母在那里 孩子还没回来啊 急得半死 结果已经在房间里面了 都没有跟父母说 爸妈我回来 你说这样的人 你把事交给他办 你不是提心吊胆 他都不能体恤 父母的心 领导的心了嘛 理 也是懂得人情是理啊 不懂人情是理啊 你要帮别人 越帮越忙啊 我们听老儿上有讲过啊 他到圣医法师的道场 老儿上懂礼啊 懂人情是故啊 赞叹叹禅宗 因为人家是禅宗道场 现在懂这个理的人不多啦 到了人家的地方了 讲什么 讲我想讲的 不是配合人家这个地方 就算是一般弄法了 比方说我们都是在老儿上的威德之下 护佑之下做事情啊 我们是要呼应老儿上的一代实教啊 而且是完整的哦 不是抓一个脚哦 你说我这个道场只强调念佛 一句佛话念到底了 不强调扎根 那你不是把老儿上的一代实教 把对这个众生 弃他积的这些 有关他怎么当身成就的教法 你怎么可以把老儿上 这个一代实教 只抓一个脚去弘扬啊 那是你的意思哦 不是老儿上的意思了 我们自己毕竟时间精力有限 老儿上所强调的 对众生对正法有利的 你的缘哪里比较成熟 你可以做这一块 可是老人家 对这个时代怎么当身修成就的整体 你不能只抓一个脚走啊 那变成我喜欢这一块 我好好来做这一块 你不能用你的喜欢啊 你要能看清楚老儿上 对一代实教开出的法药啊 所以这个都不能顺自己的意思的 所以曾经这个 有同修问扎根要扎多久 后来老儿上说 我到现在还在扎根呢 因为我们都不是从小学的嘛 缺乏这些根基啊 我们刚刚讲到要学礼啊 所以李秉兰老师编了《常礼主要》 他老人家在序文 他的秩序当中就提了 我们不懂礼啊 很难在人群里面立足的 不学礼无以利啊 孔子教导的 李老说的学《常礼主要》 达到什么目标 不让人讨厌 一个人做不到不让人讨厌 能利益众生吗 他会让众生生烦恼 所以比方说 我们到人家的家里面做客 到人家的道场去 你要以人家为主 这是对人家的基本的尊重 我听到太多例子了 都不懂这一点 所以你不能强调的重点 跟老儿上的团队不一样 那你不是在砸人家的场子吗 所以李勉勉老师说 不懂人情 不懂事理啊 不懂事故啊 会伤天害理啦 会把事给破坏掉啦 好 所以这个 我们要懂的这些道理啊 要扎根啦 常理举药要学习 说实实在在话 我们现在该花时间念佛 读经听经啊 就要花不少时间啦 我们不扎好这些基础啊 说要去度众啊 不太容易啦 所以刚刚那个自修为主啊 不是自私啊 我们要先把功夫下在革智城镇修身上面啦 不要一激动啊 就跳治国平天下去啊 要立重啊 不是一时激动的啊 要用理智啊 正己坏人 我们就不说别的吧 我们很难放下 要去劝自己的情人 你这里不对 那里不对 很难放下 你很难放下 你每天都有很多烦恼 然后去劝呢 又吃力不讨好 人家又不接受 你还郁闷 这个知所先后啊 要先正己啊 我们都不花功夫在正己了 就急着要去劝别人 这个都是习气啊 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 无诸己而后非诸人 我看我们别攀缘了 我们做到让人家感动啊 人家来问我们 你是怎么修的啊 你觉得我应该调整什么啊 这不是很自然吗 干攀缘的事都会适得其反 我们总结总结经验啊 为什么我们欠另一半 欠的没效果 我们找不出原因出来 那不能改善啊 什么事不离因果啊 若真修造人啊 见世见过 要收回来了 不要去见世见过了 拉回来 内圣才能外望啊 正己才能化人 所以孔子看子贡在批评人啊 孔子说 端木次啊 你很贤德的吗 夫我责不暇 我没有那个贤功夫 去批评别人啊 真正在自己身上用功的 就会觉得时间不够用 这孔子把修行的状况说出来了 英雄所见猎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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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了个念头 应该剪指甲了 结果三五天还没剪 因为每天都在念佛读经 听经 忘了 连续好几天都忘了剪指甲了 那这个是好现象 你不能管这个形式 管那个形式 管到没剪指甲 那这个就不一样了 所以安有时间说闲话 还有时间张掐转 李家长 不行的 所以大家去体会一下 自修为主 真的是知所先后 格物的功夫要下 不然怎么正极啊 我们只要不正极 劝人 人之场景 人家不服啊 我们现在要对峙的 手机要对峙 要懂礼啊 要懂敦伦敬奋啊 还要调伏福造啊 还要调伏福造啊 人不调伏福造啊 铁定说错话 铁定做错事啊 因为心不定 心行一如啊 心不定 言行一定会有偏差 所以古人留了一句啊 唯学第一功夫 功夫要先下在哪 想得福造之气 定 小俄语第一句话 一切言动都要安详 时差久错 只为慌张 这一句话总结我们所有的差错 问题在哪 狂张 心不安定了 浮躁了 第一功夫不下了 就没有第二第三功夫了 就好像一层楼 第一层楼不盖 不可能盖第二层跟第三层了 所以我们要观察自己啊 一言一行 安不安定 缓不缓和 所以涵养 自己的涵养 修养要提升呢 全得以缓治 能不能缓下来 心安定下来 各位同学 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讲话 比较慢下来 有没有觉得吃饭比较慢下来 这个要自己检查 这个别人帮不上忙 当然 你平常缓慢 突发事件 你可不能缓慢 突发事件 那是特殊情况 当然要提醒自己 哪怕动作要快的时候 心不能乱 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 道就是这个真心 好 我们看下一段经文 第21院 毁过得生院 我做佛时 十方众生 吻我名号 细念我国 发菩提心 坚固不退 执重得本 自心回向 欲生极乐 无补睡者 这是21院 开头的一段经文 而这一段在整个院文里 呈先起后 可以看作是第12院到第20院的总结 特别增强我们的信愿 十方众生 自然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自己有份 要直下承担 吻我名号 是信节 信念我国 是怨行 好 我们前面曾经跟各位谈过 念佛的人很多 但是对于名号功德知道的人不多 要怎样才知道名号功德 这一本 大圣无量寿经 就是名号功德的注解 你把这一部经彻底明了了 才知道名号功德不可失忆 对于持名念佛 往生不退成佛 才真正有信心 所以信是从解来的 夏连老有提到了 李明 这个名号的功德的道理 明白了 李明信身 信身 信身 刑就窃 行就窗 那这个念佛的功夫就越来越纯了 功存 业就静 三业就清静了 业障能消除了 果能一向专念 自然构障消除 功存夜静了 旺就消 真就显了 这些话很有味道啊 旺消真显了 就深深唤醒自己了 而一开始是李明啊 所以师长这里讲了 信是从解来的 你理解了 李明了 信就生了 如果没有解就信了 这是迷信 因为对于事理啊 完全不知道 就相信了 但是迷信 李也负在条件 佛不妄于 我相信佛的人格 佛说话 我相信 这个信是有条件 因为他相信佛不会忘了 所以还不算迷了 我们想一想 一个人对佛讲的话都不怀疑啊 这样的人多不多 我看学过科学的人好像都不会这样 现在没有听过经就相信佛讲了我都不怀疑了 所以往往都是不适智的人比较多 都是 学历不高的人比较多了 大家留心去观察观察 都是那个乡下的老人家比较多了 他们都很善良啊 纯朴啊 那个物欲啊染不上他们了 子女给他拿很多钱回来 他是存着啊 他每天劳动啊 所以一个人不怀疑佛说的 他也很有善根的 他也是有来历的 虽然他学历不高啊 有时候这个世间看事情啊 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啊 有些人学历很高啊 所知障严重的不得了啊 染污很多啊 所以虽然理事不知道啊 相信佛的人格 相信佛是真于者 实于者 佛教我们不妄语啊 他一定不欺骗我们 这样的信是正信 正信是信佛 但是理事还没清楚 理事搞清楚之后啊 其实真信 比正信啊 还要进一步 真的相信 如果在行词里 真正体会到这个境界 那是真正的真性了 是证明了佛所说的 哦 我们有看到啊 像刘树寅老师 他念佛吧 洪班信 郎昌 都念好了 他有体验到了 体验到的人 还要是真实的呢 还用人家催他 多念点佛啊 都不用人家催了 他得真实受用了 他是分秒必争 在修了 我们也有遇到同修啊 这个上辈祖辈啊 做的事业啊 不好 比方堕胎 那个业力就大了 所以啊 都有干扰了 后来 听了 善知识的话 人家给他一指点了 他接受了 敬念佛堂啊 念三个月 那也很不简单 叫我们念三天可以 叫你念十天 你就学闷了 他能念三个月 后来 所有这些干扰都没了 就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 所以这个阿弥陀佛真的是 大一王啊 这一句名号是阿且佛要啊 你看这种精神的干扰都能治啊 重要的是相信本念啊 那他体验到这个佛号对身心的受用了 他就欲罢不能了 所以师父这里说的 行词里真正体验到了 这个境界了 那是真正的真性 证明了佛所说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祖师的法语啊 哇 看他们能念佛念到 真的是 法喜充满 当然我们看了羡慕了 老实念佛啊 可不要求求那个境界啊 那是水到渠成的 超之过几会适得其反 所以我们看夏老念佛啊 佛光三内受 你看他体振到那个念佛的益处 他说阿弥陀佛大圆镜 无量光受体相用 我在光中念弥陀 我在光中念弥陀 在什么光中 在阿弥陀佛的光中念弥陀 自至光明从口出万 这个有人给我们证明了 善导大师一念阿弥陀佛 就有一尊佛化佛出来了 自至光明从口出万 光化甘露灌我顶 随身辨造珠毛孔 一一毛孔又放光 身心溶陷光明床 这一段记者很精彩 他后面说 称明时及玉光时 珍重此时莫空过 信吻如来亦方便 遇到佛开的这个特别法 苦乐忙闲 苦乐忙闲莫停生 这么大的利益 要抓着 珍惜着 就像映竹说的 谁忙谁闲 不离弥陀名号 顺境逆境 不忘往生西方 所以这些祖师都是一鼻孔出气 强调的都是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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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 理解了阿弥陀佛的大愿 理解了名号的功德 我们深入境障了 了解了 我们这个信就更深了 愿就更怯了 行就更专了 我念这句阿弥陀佛就好了 何必还要读经 何必还要听讲 如果不听经 不听讲了 那得学老太婆老阿公 那种方式 死心他地的念到底 那是正性 没有问题 能成就 如果做不到 死心他地 一句佛话念到底 那还有怀疑 还有业障 还会被外面境界动摇 换句话说 那就要明理 那非读诵大臣不可了 老阿上讲经都有提到 这样的老太婆老阿公 人家骂他 他不被干扰 笑着阿弥陀佛 当然骂的人也骂不下去 人家真的是念到底阿弥陀佛 李秉兰老师跟老阿教授说到 很想学老阿公老太婆 但感觉学的不是太像 所以这个假如 没有办法做到死心他地念到底阿 那还是得要读《无量寿经》了 深入大经解 所以不需要读诵大臣的 佛法理讲只有两种人 第一种是上上根人 不需要 因为他们闻佛说法就大智大悟 像六祖大师这样根性的人 一点问题都没有 一种是下语 他不想理解佛说的 他相信绝对不怀疑 周历盘陀佛就是这样 这个尊者 佛给他一首记了 他就一直念一直念了 念到底了 业障就消了 他不需要听道理 他不要麻烦 简简单单一句弥陀念到底就好 这两种人决定成就 难在既非上根又非下语 这种人难办 所以佛四十九年苦口婆心都是为这种人 上至根下语好度 几句话就解决了 他们就成就了 博奖千经万论都是为中根人说的 为我们说的 这就说明独送大臣非常重要 你才真正体会到名号功德 唯有理事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 死心他地发愿念佛 这才是细念我国 我们深入四十八院 就是 也是独送大臣的精神 把阿弥陀佛的四十八院了解清楚了 心跟阿弥陀佛相应了 就懂得细念我国了 所以现代人讲的知识分子 如果不把真相搞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是很难相信 很难接受 那接下来老和尚以自己 现身说法了 自己本人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 我算是很幸运 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了 我搞了三十多年了 才搞清楚 真不容易 还有许多人搞一生了 都没有把事实搞清楚 那老和尚八十五岁之后 专讲大经科注 因为黄老这个注解 真的能帮助我们 把无量寿经了解透彻 那就 这个信愿行就能相应了 换句话说 对念佛半信半疑 这一生就会很可惜了 研究透彻了 这个疑就没有了 就不怀疑 不间断不夹杂来念佛了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